What's up guys welcome back to my channel 今天的影片呢就是我頻道滿5萬訂閱的 QA 哇 其實我覺得是蠻難得啦 因為畢竟距離我下一個里程碑 可能還要很長很長的一段時間 又或許是我在抵達下一個里程碑之前 我就會早上起來說要算了 我今天不想拍影片了 諸如此類都是有可能的吧 就是我們人生就是有很多不可預知的事情會發生 所以大家把握這次的機會 對 我是今天早上起床的時候發現 天啊我今天破5萬了耶 然後我就很興奮 我們上instagram上面問大家 搜集一些QA的問題 其實我這個人還蠻無聊的 所以 如果你現在想要切掉的話 我也不會怪你的 沒問題好不好 我今天大概會回答 30題左右吧 所以大家可以去拿個零食飲料 做起來慢慢看 Without further ado Let's get started 有打算換iPhone 11嗎 怎麼樣才可以很有自信 其實我收到很多人跟我講說 我覺得我一直都很positive 然後很正向 很有 很 哇 但其實我覺得我不是一直都是這樣子的人 如果你是我身邊的朋友 你可能都會被我很負面的情緒給打過 因為我是一個很容易鑽牛角尖 就是有些東西我自己沒有辦法過那個坎 例如說我會覺得我今天這件事情沒有做好 或是我做的不夠好 我會很容易把責任擔到我自己身上 但我覺得我有個優點 那這個也是我上次跟朋友就是聊天的時候才發現 因為我也是這樣子的人 就是我不太會讓自己活在一直很自責的那個狀態下面 就是我很容易會很自責 但是同時間會讓自己很快的走出來 我的個性比較像是 如果我今天做錯一件事情 我就想辦法去彌補 但是我沒有必要一直讓自己存在很 就是啊怎麼會這樣子的那個狀態 因為對我來說那個沒有用啊 我一樣不會解決問題 所以這是第一點 然後第二點是我可能是射手作吧 就是來的快去的也快 就是這些情緒的東西 然後我小時候好像看是九把刀的一本書吧 我記得它裡面有寫說 如果十年後我不會再為這件事情覺得很生氣 或是很難過的話 那我也沒有必要現在就把自己 就是逼入絕境這種感覺 我覺得這個觀念對我的幫助還蠻大的 因為我的確是有遇過一些事情 我當下會覺得天啊我的天要塌下來怎麼辦 可能過個一兩個月甚至一年之後 我回頭去看我會覺得欸這其實真的沒有什麼 如果我未來的自己也會這樣子去想的話 那我現在好像也沒有必要就是太糾結 你懂我意思嗎 如何讓自己持續擁有對生活的動力喔 我個人是因為很喜歡嘗試新的東西 我沒有辦法讓自己停留在某一個舒適的程度 主要是每個人有沒有自己的目標吧 不管是你的夢想或是你現階段短期的目標 那就是成就感嘛 你要怎麼在你生活中找到成就感 不管是念書也好或者是 例如說我做YouTube我發現欸有人會看欸 那我就會覺得很有成就感 或是像我高中的時候很喜歡烹調或者是空焙 每次烤一個麵包出來或是做一道菜出來 我就會覺得很有成就感是一樣的意思 所以我覺得找到你生活中的成就感 是能夠讓自己的生活持續有動力的一個因素 情緒低落的時候怎麼辦 喔這個我之前有講過 我不知道會不會有人跟我一樣就是 有時候你很難過可是你又哭不出來 你就會覺得很憋就覺得 怎麼會這樣子人生怎麼這麼難 我覺得很大的一個是讓自己哭出來 所以我會上網找一些那種就是很感人的影片 或是什麼軍人回家的影片 那種真的很催淚 然後我就這樣吸哩花啦哭一場之後 隔天起來我就好很多了 所以對 我是覺得啦如果你真的情緒很低落很難過的時候 就不要憋著就是let it out 如何規劃未來計劃 我跟很多人一樣 我還是不太知道我這個人未來要幹嘛 或是我的人生能夠有什麼樣子的成就 那當然我會對自己有些 啊我想要成為一個有用的人 或是我想要成為一個對世界有貢獻的人 但 嗯 好 例如說我隨便講 我的目標是進到一個我很想進的公司 好那這個就是你的短期的目標 那我現在要做什麼才可以去達到這個短期的目標 就是你可能現在生活的一個重心這樣子 就是在從這個一步一步往那個目標前進的同時 你也會發現自己可能想要的東西 不只是這個 可能有另外一個 例如說喔我發現我很想要學音樂很跳筒 對 那這個就是你另外的目標嘛 那所以就是每一步你都在學 每一步你都在調整你自己的步伐 步伐 對 我是覺得這個沒有一定的答案 不管是大還是小的短期目標都是蠻有幫助的 剛剛不是有人說怎麼會很有自信嗎 我跟你說我現在是打從心底覺得我是一個很棒的人 結果我每天看著鏡子我就說 Cynthia你今天有按時起床 你真的是一個很棒的人 就是你這樣一直催眠自己說 其實你是一個有價值 你是一個你已經做得很好了這個概念 只會幫助你的自信心提升 對 所以為什麼我常常講說我是一個很棒的人 就是因為我是打從心底覺得我是一個很棒的人 講超多 下一個快十分鐘我的天啊 下一個是什麼時候要結婚 嗯 哇這個是很犀利的問題 哎呦有個刺到 其實我也不知道 因為我們是有討論過這件事情 但我覺得未來會發生什麼事情很難說 加上我們兩個也還沒有完全的定下來 所以我覺得講這個可能有點太早了 而且重點是也要他能夠忍受我 我也能夠忍受他 這樣才行吧 就哪天我們真的結束了遠距離 然後真的近距離的生活一段時間 都發現就是對方很煩 那我們可能就是 嗯 跟男友的文化差異 我跟伊恩的文化差異 我其實覺得不太大 因為他的爸媽都是台灣人 然後就是他是從小到加拿大去生活這樣 可能是個性上面吧 就他可能不會有就是亞洲小孩的那種 比較拘謹的感覺 他就是真的國外那種比較做自己的個性吧 不太有什麼其他文化差異啦 就最大我覺得應該是這個 跟伊恩怎麼認識的 這個我之前其實很久以前有拍過一支影片 但我們是交友軟體上面認識的 然後我們用的交友軟體是 Coffee meets Bagel 男友很木頭不會說話怎麼辦 哇這一點 我跟你說 我要不要現在開個報名表 然後我們就是所有覺得男友很木頭的人 我們就是把他們都集合起來 我們租個場地 然後叫他們全部排排坐 然後我們就坐在前面 然後跟他說叫 不是不是說叫 就是我們要跟他解釋說為什麼會覺得他木頭 以及就是我們到底想要什麼 對因為我覺得男生有時候真的是 蛤蠻木頭的啦 伊恩是不是很敏感 會能夠馬上sense到你的想法的那種人啦 但有時候我是覺得還蠻可愛的 但有時候真的是會活在這裡這樣 喜歡香港還是台灣 我其實蠻喜歡香港 一開始我覺得這裡很擠 然後很有壓迫感 但我覺得我自己也有變 可能我身邊的朋友 我們談的話題 其實都會不太一樣 所以我覺得這點是蠻好的 但我必須說我回到台灣 是真的有家的感覺 就是 雖然我在國外念大學啊 然後有工作 但台灣對我來說是那種就是 我發現是一種很安全的感覺 就是你永遠知道說我回去 我還有一個地方可以帶這樣 所以我兩個都喜歡 那是不一樣的喜歡 那未來有沒有要回台灣呢 我覺得這很難說 就是身體自然吧 人生總會帶我們到達 下一個目的地的是吧 公司有在招人嗎 欸我收到超多這樣子的問題耶 就是目前的話應該是沒有啦 如果有的話 我應該會把招聘的資訊 放在我的IG線東上面 所以大家可以去追蹤一下 對 香港家為什麼會這麼可愛 就跟主人一樣啊 什麼時候要學廣東話 哈囉 我每支片都在講廣東話 不要向這邊說廣東話 喔 為什麼 業餘做Youtuber是個好的職業嗎 真的也很看個人啦 那我自己是很享受這一切的 因為拍影片對我來說 是很快樂的事情 然後我也很喜歡剪片這個過程 所以我算是比較異類了吧 最主要是我的興趣 然後有時候額外的收入對我來說就是 補貼我的機票錢去找醫院這樣子 How to vlog in public and not feel awkward 來我教大家一個觀念喔 就是你就想像今天所有在街上看到你 就是對著相機講話的人 你這輩子大概都不會再遇到他第二次了 所以 Who the fudge care 就是人家頂多只是覺得你很奇怪而已 反正你也不會繼續跟他講話 或者是你也不會就是之後每天都要遇到他 所以大家就是have fun做自己就好了 是什麼讓我開始想要做YouTube 其實我是從國中開始就開始看YouTube 但是我一直不知道他是一個職業 或是他是一個這麼大的產業這樣 那我是到大學畢業的時候有段時間我心情很差 那個時候就是剛畢業嘛 然後又覺得在美國很不快樂 然後跟男友分手之類的 所以那個時候我就覺得說 我想要做一點讓我自己就是不後悔的事情 我不要後悔說我沒有做過這件事情 那個時候就決定說 好我一直很想要開一個YouTube頻道 那我就開 不管結果如何 至少我 有做過這件事情 所以這大概是當初開始最 呃 最rough的想法 為什麼名字前面要加一個clumsy 因為我就是很clumsy啊 好再來這個難了 下一題是 Boris跟Agnes二選一 我當然選Agnes啊 Boris常常讓我很想要扒他的頭 然後Agnes就是我比較能夠 開玩笑的 兩個我都喜歡好不好 但是我跟Agnes比較常聊天 所以 選Agnes 當初怎麼選學校 我不知道你講的是什麼學校 如果是高中的話 北一大舞蹈系那個時候是我的第一支援 我真的很想要進北一大 到美國之後的De Anza College 是純粹我媽媽的朋友住在De Anza的旁邊 然後跟我說 誒 這是一個很不錯的社區大學 所以我就說 perfect 然後我就去了 Berkeley是我那時候有稍微參觀過 就是加州各個大學 什麼San Francisco State 然後Berkeley L.A San Diego 等等 那我是覺得Berkeley對我來說 最有那個click的感覺 就是我一去我就說 天啊 我真的好想要進這裡 所以我很早開始就把Berkeley 設做是我的夢想的學校 所以很建議大家 如果要挑選學校之前 可以先去那個校園 因為我覺得有時候很奇怪 就是那個磁場 或是那個vibe 有沒有跟你合在一起 畢竟如果你之後進了這個學校 就是要在這邊待個 就是四年之類的吧 所以 一定要選一個讓自己開心的吧 對吧 未來會待在哪個國家 其實我很不喜歡待在同個地方 我想要趁年輕的時候 趕快出去闖一闖 所以現在我在香港嘛 那未來我其實不排斥去 什麼新加坡啊 馬來西亞啊 然後日本啊 韓國 或者是回到美國或加拿大 我覺得都OK 只要我在那邊是有事做的 或是我能夠有一個 合理的簽證留在那邊 我都覺得 蠻可以去試試看的 為什麼北一大畢業之後就不跳舞了 然後為什麼會去國外念書 那我先跟大家解釋一下 就是北一大的舞蹈系 它是有一個七年一貫之 就是你從高中一進去 你可以一路念到大學畢業 那我是念了前面三年的高中部 高一一進去 我就看得到大學的學長姐 就是一屆一屆的畢業 然後他們之後做什麼 可能變成職業的舞者 可能變成老師 可能轉行等等 我會覺得說 哇那好像不是我想要的人生 另外一點是我覺得 做藝術這件事情 其實到最後真的是很吃你的天分啦 當然你苦練是一定會有成果的 但我自然那個時候 我沒有這麼大的熱情 去讓我先天條件上面的不足 轉變成一個動力 所以我很喜歡跳舞 那我那時候就決定說 好 但是我知道我以後不會做這件事情 那我不如就是我現在就停止 讓我對舞蹈的感覺 留在那個最好的時光 另外就是因為我姊姊 其實在國中畢業之後就都出國了 所以其實我本來也是高中就要出去 但是我為了跳舞就留在台灣 那之後我就想說 OK好那既然我有 這麼幸運有這個機會 那我就是也是出去念書這樣 所以大概就是這樣子啦 每天都會灑咖啡嗎 不一定好不好 但是機率是蠻頻繁的啦 衣服都到哪裡買 其實我的Fashion Sense呢 真的是不太好 我最常買衣服的地方有UNIQLO 然後NICO M 或會在TopShop 或者是Jordano Ladies 如果有免費機票會去哪裡 我很想要去德國 我想起來了 如果有張免費機票的話 我會去秘魯 因為我很想去看那個馬丘比丘 我的生日是什麼時候 我的生日呢 是11月24號 那年份我們就不說了好不好 因為我相信我的觀眾一定有很多比我年輕 然後這件事情我不想知道 是不是講英文的時候比較有安全感 我覺得某種程度是耶 因為在大學那段時間 其實我用英文的機會 比用中文多很多 所以就養成了我很多思考的邏輯 或者是想要講話的時候都會用英文 那當然因為我的英文並不是母語 所以很多東西 我講起來是我有點卡卡的 就像我跟一言在講話的時候 很多時候我文法啊 或者是單字什麼會轉過來 現在來說 中文對我來說 可能現在還是比較流利 因為比較常用 那英文的話 英文的話就是特定的時候 我會比較習慣講英文 認識汪定忠嗎 大家知道汪定忠是誰嗎 他是一個念UC Berkeley的音樂人 我個人是不認識他這個人 但是因為每一年Berkeley的TSA 就是台灣同學會 都會舉辦一個歌唱大賽 然後常常會請汪定忠做評審 所以 對我見過他大概一兩次吧 但是不認識他這個人 美國去過哪些城市 嗯還挺多的喔 我在美國五年嘛 我去過東岸的話就是 紐約 Boston Philadelphia Baltimore 呃 Austin Portland Seattle New Orleans Chicago Wisconsin Alaska Hawaii San Francisco Los Angeles San Diego 等等等等 最近的愛哥推薦 林佑嘉 啊啊啊 我最近的愛哥是 林佑嘉的浪費 跟成全 是不是很老 月童月佳他們的 How can I love the heartbreak You are the one I love 這首歌真的 Chu ka ho ten啊 Chu ka ho ten 欸我剛剛 廣東話是自己跑出來的 希望我剛講的是對的 喔喔想起來想起來 喔我最近還很喜歡那個 李永廷的 直到我遇見了你 對也是有點老 但是我還是很喜歡 那有一首是我聽很久 到現在還聽不膩的 就是Wish You Were Gay By Billie Eilish 之後歌真的是很棒 最後呢 一個是很無聊的問題 就是我的眼妝怎麼畫 眼妝的部分呢 就 這樣子 以後有機會再分享給大家好了 好的 以上就是今天的5萬QA 那還是要很謝謝大家 就是願意花這些時間來看我的影片 然後或者是有留言啊 或者有些互動什麼的 我到現在其實還是 我覺得 只要看到影片 有一千個觀看 我就會覺得非常感動 我就會覺得天哪 有一千個人願意花時間來看我的影片 然後尤其是看到一些比較正面的feedback 就可能會說 喔看我的影片很開心啊 很療癒啊什麼 我的 對我來說那個成就感是很大的 所以非常謝謝大家 透過這些影片 其實我也是希望 為我自己現在這段人生做一個紀錄這樣子 對那就是希望大家都開開心心 每天早上起來就對著鏡子說 我就是一個很棒的人好不好 希望很快就會有下一個里程輩的出現 雖然可能要很久很久很久 不過呢 謝謝大家 非常感謝大家收看 如果你們喜歡這個影片 請按讚 和訂閱我的頻道 and I will see you guys in my next video bye 今天影片呢 是我頻道滿五週年 五週年 我現在還25歲快26歲 唉唷天哪 好像真的是快要到那個年紀了 我每天都穿得像這樣 幼崽褲啊 然後這種上衣T-shirt之類的 呃我今天挑了幾題就 我也要這麼做 五週年 一週五 一週三 六 六 六 八 八 八 七